今天下午在北京冬奥会自由社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中 咱们中国选手徐梦桃 也是咱们辽宁老乡 安山姑娘 以资格赛第一轮排名第三的成绩直接晋级决赛 决赛将在今天晚上七点正式打响 我们的记者现在此刻正在白青寨滑雪场 和咱们沙阳体育学院的师生们在一起 为徐梦桃加油 大伙都有哪些祝福要送给他呢 来看看我们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沙阳白青寨滑雪场的多功能厅 那么今天晚上沙阳体育学院的师生们再一次组织在这里 观看今天晚上七点钟的北京冬奥会 那么今天晚上徐梦桃和孔帆玉也是进入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的总决赛 那么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沙阳体育学院的江部长 江部长咱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一会我们要一起观看这个比赛 我们的心情是如何的 同样是我们在上一次团体赛我们夺取金牌之后 我们对徐梦桃参加这次女子这就是功能技巧的决赛 也是充满期待的 希望徐梦桃能够发挥稳定 发挥出自己的这个应有的水平 力争向金牌发起冲击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看到徐梦桃的这个资格赛中啊 是直接就晋级了 那我们觉得他今天这个表现包括他的状态如何呢 徐梦桃的状态从团体赛到现在今天下午的四个赛 我觉得是很稳定的 那么说起这个徐梦桃啊 他也是咱们沙昂体育学院 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然后也是我们辽宁籍的运动员 是辽宁安山人啊 那今天晚上呢 他将会参加这个比赛啊 来争夺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总决赛 那么说起徐梦桃 他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了 那么在18年平昌冬奥会啊 这个在进入总决赛的时候 第一跳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在第二跳的时候却出现了失误 那么徐梦桃啊 与这个金牌就失之交臂了 那今天我们也共同在这里 祝福徐梦桃 希望新年女神能够照顾他 希望他今天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好不好 那么徐梦桃加油 加油加油 这次北京冬奥是徐梦桃第四次冬奥之旅 之前他在混合团体赛当中 和贾宗阳齐光浦携手 为我们中国队摘得一枚银牌 这上一场这个比赛 我们新北方抖音也是全程直播 我在现场和我们沙昂体育学院的师生们一起 真的是特别激动的 为我们这些辽宁老乡们加油 上场比赛当中 徐梦桃发挥的不错 希望今天的个人赛中 他能再接再厉 资格赛是从昨天推迟到了今天 跟决赛同一天进行 其实这对徐梦桃的体能状态 也真的提出了考验 我们为他加油吧 为辽宁运动员加油 稍后我们也会再次和我们记者取得联系 见证这个激动人心的一刻 那同时今天晚上 新北方抖音也会在七点左右进行直播 欢迎大伙来现场关注 我们下期见